提起梁石这个名字,可能很多人会有一些印象,因为这个梁石从1983年开始,就已经断断续续参加了23次高考,因此他又被人们冠以了考霸、高考狂人、中国第一铁脑课和中华第一考王的称号。 7月1号,记者在成都一茶馆见到了正在看书复习的53岁高考生梁石,从1983年起开始报名参加高考,他以断断续续考了23次。 2019年6月,是梁石参加的第23次高考,梁石称高考发挥失常,自我感觉不太好。 他的考分是462分,超过四川二本线三分,面对距四川大学录取线近100分的差距,梁石再次决定继续考。 目前离高考还剩最后几天,梁石正在茶楼里做最后的冲刺。 司祭,所有传到首尼皆何意,人非生而知之,数六五活,何而不从,司其为何意,终不建与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